今天世界上都烧毁了 无论哪里看 如果我们是总统的 以色列的攻击 会不会再次发生 我觉得你相信这个 对吗 我觉得你相信这个 美国前总统川普 大力炒作一把议题 力拼回国白宫大位的他 在当地时间28号的 共和党犹太人联盟年会 再度口出狂言 兼称要是成功连任 将重新寄出穆斯林禁令 所谓的穆斯林禁令 是川普2017年颁布的 行政命令 严格限制伊朗 叙利亚等伊斯兰教 国家公民入境美国 虽然禁令在拜登上任后 已遭废除 但近来的尾巴冲突 又让川普再有机会 推行过往标榜政策 他当然也不忘 把中东危机恶化 怪罪到大选竞争对手 拜登头上 川普把眼前的加萨局势 形容成文明与野蛮的战争 并洋洋洒洒地宣称 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捍卫以色列盟友 而在川普之后 一票共和党参选人 也跟风高呼 停以口号 并在犹太选民前 宣扬自己的政见 党内民调仅次 川普的佛州州长迪尚特 把哈马斯7号袭击 称为犹太人 自纳粹屠杀以来 最致命打击 而承认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海力 则寻求以法律强制力 消除反犹太主义 这年新冠上任的美国众院议长强身也在29号放话 要尽快推进以色列援助资金 这项原以专款不仅获众院跨党派支持 也得到参议院共和党力挺 不过对于拜登一再催促的乌克兰和台湾援助 强身则执自未提 显现华府在面对国际冲突 还是把以色列摆在最优先 环宇新闻协助约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